剩下來的哈密瓜一顆一顆 放在地上對成小山 農民仔細套上保護袋 趁種裝箱 這一顆是1.8公斤 13斤 今年的哈密瓜品質好 每顆平均都有3斤 切開更是果肉厚實 香氣四溢 本來應該開開心心迎接豐收 但農民現在卻笑不出來 當初講是說 我們後續採下來的 對 他們都要 大概昨天是說 因為他們 反送中的問題 沒有人可以去處理這一些 香港業者本來在上個月 包下成性瓜農 600顆的哈密瓜訂單 沒想到遇上罷工罷勢 業者只能緊急喊停 600顆一夕之間 滯銷瓜農好無奈 因為錯過了7到10天的保鮮期 哈密瓜就會開始變質 本來一顆市價 可以賣到300多元 如果這些通通消不出去 損失慘重 如果這裡都沒有銷出去的話 應該是再一二十萬 今年年初 台洋商盧秀燕才快省香港 一口氣賣了2200箱的冒骨乾 也和香港商會簽訂合作意想書 本來以為可以成功拓展通路 沒想到果農才第一次接到香港訂單 就遇上香港罷工 預定的全沒了 受到波及 成為這場抗爭活動的受載戶 這區文章景城台中採訪報導